大家好 欢迎收看《论语说什么》 我是主持人张月丽 来欢迎我们的主讲人刘宜珍 刘老师你好 月丽你好 大家好 今天在《论语说什么》 要请教一下刘老师 像我们碰到了新朋友 或是几个好朋友在一起 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做 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这句话也是语出论语 是的 是的 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这是我们常听的一句话 那重点呢 大家都理解的是什么 就是三个人在一起 有一个人比我好 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点 是我的老师 是的 有一个人比我们差 那我们要记取他的缺点 以他的缺点为界 那在生活上 我们这样的理解是对的 而且这句话也很口白 也很口白 但是对这句话的深圣的意义 是有问题的 问题出在哪呢 就是自从汉代 汉武帝独尊辱处之前 就下令必须要六岁到十二岁 当作六岁到十二岁小学的这个课本来教 也就是以金解金 那你知道六岁到八岁 十二岁这种小孩 他的脑袋还没有治愈开发的那么好 就必须用比较浅白 直白的发告诉他 三人行必有我试验 对 就会对于我们传统 孔子所讲的话会有误解 三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争议 在我们中国字里面 它有写实跟写意 写实就是三 那写意三是多数 三百是大多数 三千是极大多数 这个是有分别的 那行我们不能练作行 要练作性 三人性必有我试验 什么意思呢 性是什么代表呢 性就是德性 德性 像那个孔子所说的 祖术尧顺宪章文武 也就是他有一个人格的标准 像历代的这个尧顺文武周公 或者是近代的 比方说史可华文天祥 这些历代的圣贤都有好的 那历代朝代的更衣也有不好的 为什么这个朝代会灭亡 那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孔子就叫我们要什么 这个要追念我们的历史 从历史里面学到教税 那容骨灌金 我们才能把这个做人做事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这就是三人性必有我试验 所以这三人性并不表示 我周遭的朋友 我们应该要更像我们的先贤 先圣来做学习 以历史 还有以圣人 还有就是朝代的心败 为什么心败 作为我们个人的学习的对象 那个视野跟范围 就更高了一个层次了 是的 谢谢刘老师 今天为我们说明 我们的论语说什么 下回再见咯 下回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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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